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商贸普通话趣谈 今天呢,说几个与烹饪食品有关的词语 广东话说,菊饭,菊松,菊野菜 好多都用煮字 普通话煮只是众多烹饪方法之一 是把食物放到好多开水里面烧 像煮粥,煮面条,煮饺子等等 广东话菊饭,菊松,普通话用做 像他特会做饭,他很会做菜 说起他特会做饭,我又想到了饭这个字 有一天早上,我问学生,吃早饭了吗? 他很奇怪,问我,毕老师,您早上吃饭啊 我说,我当然吃饭了,我不减肥啊 后来我才明白,他以为我早上吃米饭 早饭就是早餐,可以包括任何吃的东西 喝粥,吃炒面,可以说吃早饭 吃面包,喝牛奶,也可以说吃早饭 同样,妈妈做饭很棒的饭也是统称,不是光纸米饭 做饭包括煮面条,做米饭,做菜,蒸鱼等等 妈妈做饭很棒,是指妈妈是烹饪高手,几乎什么都会做 当然,如果说一碗饭,我吃饭不喝粥,就是纸米饭了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好,今天就到这儿,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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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